小美老师本来是被套天吃掉了 等会儿的游戏下来 迟到达了 世道如今 只有我伪装成小美老师去上课了 可你现在备课也来不及了 谁说我要备课了 你快去教室 我最后就来 小美老师 小美老师 糟了 小美老师 上课知道怎么都说不过去啊 迟到没关系 只要夸这俩 默默走到教室门口战场 等他们发现我 然后 小美老师 我特地晚点过来 就是想看看你们有没有自觉性 什么东楼都是你们的生命 迟到二十分过去了 但是他根本不会讲人类的课呀 昨天发下去的卷子都做了吗 这节课把卷子做完 卷子写完了 白色还有什么办法 卷子都写完了吗 写完了 很好 红桌之间交换卷子 互相批改 怎么办 批改完了 才过了十五分钟 我都 老 老师 就是满分 你去讲台上 给大家讲讲题 好的 这道选择题 其实我是崩对的 下去吧 剩下的 我来讲 我们来看这道选择题 A 一看就不对 B 没有体现材料 C 不符合体意 所以我们选择D 倒数第二道题 太简单了 我就不讲了 最后一道题 我昨天才讲过 就写在黑板这里 好 讲完了 这两件语文课终于混过去了 可是最后一节体育课 也就被小美老师抢走了 什么 看来只有出绝招了 绝招 这节课看电影 原来每天课的老师 都是这么干的